國民黨立院黨團決議核四封存等公投結果 而台電董事長黃仲求聽到之後也很無奈的說 這核四商轉時間延後 但在財務上 以投資的金額恐怕都已經成了債務 而且就像核四封存 仍然要投入維持的費用 會影響到台電對外借貸的能力 那麼這點政府也必須要保證台電 可以借到錢來維持運運